曹仁,字字笑,是曹操的从弟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曹仁于是将村里的有为青年 召集了起来 加上邻近村落的总共上千 经常由于淮河、四水之间 后来曹操起兵之后 曹仁就带着自己的人马投靠了曹操 曹仁作为曹操的嫡系 在早期的时候立下了不少功劳 战元树、征陶谦、法律部、安天子、公张秀 曹仁皆有所获 二百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 恰逢汝兰将贼刘毕 勾结袁绍而反叛 轻饶许帝 袁绍又派刘备去策反更多曹操的下地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曹操的势力本身就比袁绍弱很多 就连曹操自己也信心不足 曹仁敬言 老哥啊 南方的那些人以为我们现在在关渡前线 不能解救他们 因此他们为了自保 有了不臣之心 况且刘备此时大军压境 他们的背叛是正常的事 老哥你就不要多忧虑了 但是呢 刘备刚刚率领援军 之前没有磨猴过 将士之间还未产生良好的默契 对于这样的军队 一击可破 曹操觉得曹仁说的很有道理 变派曹仁前去迎击刘备的军队 这么多年下来 刘备学会的唯一技能就是逃跑 因此一遇上曹仁的大军 刘备所率领的援军就如羊受散 刘备健壮 立马顿地而走 后来 袁绍派寒寻想抄了曹军的西道 不料却被曹仁所击败 自此 袁绍再也不敢分军了 曹仁又与使唤一起结了袁绍的粮草 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205年 曹操尽得河北之地 只剩下几座孤城 还在做无谓的反抗 比如胡关的高干 当时曹操围攻胡关 曾下令 成县之后 把敌军全杀掉 可想而知 虽说曹军围了很久 但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此时曹仁二度禁言 老哥 兵法上说 围困城池 要留一条活路给城里的人 好瓦解他们的反抗之心 而老哥你呢 把城围得这么死 就连手机信号都传不进去 这样守城的人眼看自己除了守城外 无路可走 那么他们就会更加死命地守城 而我们作为攻城的一方 在这里苦苦围着抱着必死之心的城池 恐怕不是梁记啊 曹操哈哈大笑 立马改掉了之前的命令 之前那个逗你们玩呢 城中的人 只要投降 好处大大低 如果不投降 成县之后 我方士族也不可滥杀无辜 没多久 城池投降了 曹操因此而被封为都庭侯 208年 曹操得到了荆州 封曹操为征南将军 没多久 赤壁之战爆发 曹操败被 留下曹操 虚晃留守南郡后 回北方去了 209年 周瑜清帅数万大军 前来进攻南郡 前锋千人已到了南郡门口 曹操登陆远望 赶紧上铜城招人 一时匆忙 只招到了300人 曹操派不去牛津带着300人迎战 但无军人多势众 很快就包围了牛津 曹操站在城楼上 只听到城下的虐杀声 以及牛津撕心裂肺的呐喊声 来人 取马来 曹操说道 将军万万不可 不要冲动 不要莽撞 那300人 我们放弃算了 大不了追封他们为劣势 左右皆恐惧 这样劝曹操 曹操没有理会他们 骑上马 便冲进了敌阵 无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个冲刺吓傻了 他们没想到曹操会以身犯险 以为曹操最多也就在城楼上 拿个大喇叭 鼓舞 吃气 弟兄们 我们同甘共苦 我是不会放弃你们的 将军 真是太感动了 我们太崇拜你了 阿牛 少废话 还不赶紧走 再不走包围圈又要奉上了 曹操左途右杀 冲散了多次包围圈 将剩余的人都解救了出来 曹军因此而士气大振 大家都以为曹操此次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在看到曹操回来后 不禁大为赞叹 将军真乃神人也 曹操听说此事后 更加器重他 转风安平亭侯 后来 周瑜亲自赶到 却不幸被刘氏射中 被送进了重整病房 曹仁听说此事后 立即率军来到吴军镇前挑战 周瑜听到军营外一阵北方口音的叫骂 就知道曹仁想趁着自己伤势病重的时候 来讨点便宜 于是 周瑜立即起身更衣 抱着病重的身体 走出了军营 周 周 周瑜 你小子没事啊 曹仁将军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今天你来看我 如果我不出来 迎接 那就说不过去了是吧 我听说你前几天被射中了 已经被转到重整病房了 所以特来看看你 怒 我都派人买了水果来 在后面呢 马上就送来了 哈哈 我是被射中了 不过也就一点皮歪伤罢了 不碍事 多谢曹仁将军厚爱 来 我给你跳段江南style 让你看看我的身体棒着呢 随之 音乐响起 我爸刚弄死他 别别别 周将军有礼了 我们北方人 喜欢凤凰传奇 说罢 曹仁率领大军撤了 不久之后 周瑜病逝 219年 晚城侯鹰叛乱 曹仁带兵前去平叛 亲手斩了侯鹰 回试樊城 不久 关于进攻樊城 水焉弃军 鱼镜投降 庞德被斩 曹军士气低落 城内与城外断了联系 但曹仁不为所动 多次激励士气 誓死守城 并表示自己也会与樊城共存亡 不久之后 曹操的第二波援军徐皇赶到 东屋的吕盟陆逊 也背后捅了关羽一刀 将关羽从他一生中 最巅峰的时刻拉了下来 樊城算是解围了 关羽死后不久 曹操也跟着上天了 旗子曹丕 继位未亡 拜曹仁为车企将军 统帅经 杨 益州军士 进封城侯 增益2000 并且总数3500户 后还屯晚城 趁着曹卫领导人更换之际 孙权派陈少占据了襄阳 曹仁奉旨计讨伐 于徐皇大败陈少 223年 如虚口之战 魏军作为进攻方 吃了败仗 曹仁一生征战无数 先有败绩 再加上年龄大了 因此不久之后就与华尔登仙了 十年56岁 视为忠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